他面临弹劾风险 而他身陷贪腐丑闻 巴西两任总统为何接连从天堂跌落凡间 巴西石油腐败案持续发酵 巴西经济陷入衰退 巴西应如何走出困局 敬请收看本期新闻透视 巴西国家的困局 大家好 欢迎来到环球精选 今天我们的故事要从一位女性开始谈起 他原本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 在祖国的多世之秋 年仅20岁的他加入了游击队 以武装手段对抗军政府 23岁他被逮捕 经历了三年的牢狱之灾 而后是潜心休学等待时机 在国家政权重回人民手中后 38岁的他步入政坛 从此平步青云最终以63岁的高龄 击败所有竞选的对手 登上了总统的宝座 他就是巴西总统迪尔玛罗塞夫 这样的人生履历 简直可以拍成一部激动人心的电影了 不过显然电影并没有落幕 如今这位站在巴西权力顶峰的女性 再次陷入了复杂的困境之中 许多年以后 面对示威人群 迪尔玛罗塞夫总统 一定会想起他被逮捕入狱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巴西当地时间3月13号 数十万巴西民众身着代表着祖国的黄绿色服装 涌向里约瑞内卢海滩 他们高呼着反对腐败 要求总统罗塞夫下台等口号 表达着对县政府的不满 首次的公司 总统网上可以打浪 国导致 欧莎课夫人 原来将其他官司 总统网上 身将这种动物质量 不准备 國能 在我们控制 本来的 法官司 这样的 当天,巴西全国共有300多个城市 举行了类似的游行 总人数超过350万人 新华社里约首席记者陈梅华 也是见证者之一 罗塞布总统自2015年1月 开始自己的第二个任期以来 受到执政压力越来越大 当年全国爆发了两次大规模示威游行 不过今年对此游行的人数 远远超过前几次 而且游行的目的性也更加的强 就是要求罗塞布下台 要求司法部门严惩腐败 五天后 巴西国会众议院恢复了 对罗塞布弹劾的审议 并出人意料地宣布要加快进程 面对这一决定 作为曾经的游击队员 罗塞布再次表现出了 他坚韧的一面 一再重申自己绝不会辞职 除了来自反对党 以及巴西民众的压力 罗塞布所在的执政联盟 内部分裂也在不断加剧 尽管罗塞布总统 他的执政党劳工党和盟友 在议会中占有多数 但是目前的 执政联盟当中出现分裂 比如上个星期 在总统府举行的卢拉任职仪式上 副总统参众两员议长 还有很多盟友都没有出席 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 出现分裂的一个反应 另外一些部长也准备辞职 作为巴西劳工党最大的盟友 就是巴西民主运动党 已经分裂成两派 这个党的计划在月底举行会议 就是讨论是否还继续留在这政府 面对着普通民众 政治对手和执政同盟的三重压力 罗塞夫显然不愿意孤军奋战 当地时间3月16号 也就是大规模示威的三天后 罗塞夫任命前总统卢拉 为总统府民事办公室主任 既然如此 想必这位卢拉一定是 能够力挽狂澜的人物吧 然而事实却并不是那么简单 罗塞夫任命卢拉与其说是召唤高手相助 不如说是抱团取暖 为什么呢 因为这场政治危机 正是因为卢拉而起 在3月17号的就职仪式上 罗塞夫给了卢拉一个热情的拥抱 既然可 chois dump 既然也是 既然呢 既然恋 relacion 帆�uch 老 卢拉达西尔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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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巴西经济增长率达5.4% 外汇储备比近2000亿美元 2008年下半年 世界主要经济体发生金融危机 巴西甚至能够借款100亿美元 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帮助其他国家摆脱危机 正因如此 卢拉卸任时 依旧保持着87%的超高支持率 然而一个意想不到的危机 却正在迅速向卢拉和罗塞呼逼近 2014年3月 巴西当地媒体揭发巴西石油公司高管层集体犯罪 说他们与承包商抗歇一气 利用高开工程报价收受贿赂 这个案件一开始 它只是一个小的案件 就是涉嫌一个企业家揭露举报 有人要利用他的一个加油站来洗钱 所以这也是这次反骨行动 代号叫洗车行动 也是这么来的 它只是一个小的案件 然后这个案件从2008年好像 就是开始有人揭露 警方一直在调查 但是从2014年才开始大规模的调查 这个案件只要是一启动 一被媒体曝光 就可以说政府已经难以掌控了 这个主要是在加上舆论大肆报道 任何人也无法阻止调查的进程了 当地媒体估计 巴油公司高管层这种持续了20多年的腐败行为 已经给该公司带来了至少20亿美元的损失 因而被称作巴西史上最大腐败案 自2014年洗车行动开展至今 已有上百名企业家和政界人士遭到羁押 而执政巴西八年之久的卢拉也很难独善其身 2016年3月4号 警方以涉嫌腐败为由 对卢拉实施强制问询 随后 检方又对卢拉提起诉讼 并要求采取预防性逮捕措施 卢拉和劳工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 一落千丈 十天后 大规模的抗议示威 就在巴西全国爆发了 眼看着政治导师即将面临诉讼 罗塞夫不得不任命卢拉 为总统府民事办公室主任 因为按照巴西法律 部长及官员可以获得司法特权 仅受最高法院管制 而主任一职正是部长级 然而 罗塞夫的剑走偏锋 却遭遇了来自司法机关的强大阻力 就在卢拉就职仪式举行的前一天 一份罗塞夫和卢拉的通话录音 被公知于众 电话录音的公布 让民众更加笃定了 罗塞夫和卢拉是在暗箱操作 妄图用政治职位 为卢拉保驾护航 摆脱或延后贪图案的法律成绩 quando percebemos que era disso que se tratava agora estaremos avaliando com precisão as condições deste grampo que envolve a presidência 听到罗塞夫这段发言 我感觉他似乎只剩下愤怒 而没有了对策 3月18号 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做出最终裁决 终止政府对前总统卢拉 担任总统民事办公室主任的任命 看来卢拉和罗塞夫的政治前途 是注定不会平坦 好 那故事说到这里 我们不得不静下心来思考一下 巴西石油贪腐案 的确在卢拉的任内存在 而罗塞夫也的确做过 巴西石油董事会的主席 但是一切都在调查之中 毕竟还没有人可以给这两位总统定罪 那么数以百万的民众 仅仅因为这可能存在的罪名 就对劳工党主导的县政府群起而公之吗 还是有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因呢 但第二次来巴西工作目睹的则是另外一番景象 当年民众欢天喜地迎来的世界杯成为众矢之地 在世界杯举办之前各地民众纷纷集会 抗议世界杯共同中存在的贪腐现象 与此同时经济大幅滑坡 2014年巴西经济仅增长0.1% 2015年则萎缩3.8% 一方面经济不景气造成失业增加 另一方面由于物价飞涨 超市的东西几个月就调一次价 我们同意到这样的邻居 因为房租上涨而不得不搬离 经济 一个政府想要长治久安 必须解决好经济问题 可惜的是 罗塞夫和劳工党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失分了 随着世界主要经济体增长的放缓 卢拉认上那个蒸蒸日上的巴西不见了 随着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之后 巴西经济就开始走下坡路 特别是罗塞夫总统上台以来 经济持续地低迷 2014年 它的经济增长率只有0.1% 去年下降了3.8% 它的主要原因就是没有亮露为初 社会福利扩大的过快 没有进行深入的改革 去年巴西的通货膨胀率高达10.8% 失业率达到8.5% 大约有900万人没有工作 今年2月国际评级机构目的将巴西主权债务评级降至垃圾级 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 一些巴西独有的问题更让经济雪上加霜 影响巴西经济发增长的一个最大的障碍 就是税务问题 它一共是27个州 26个州加上一个联邦区 就是相当于27个省级单位 每个州都有自己的税率 你的货物从这个州运到那个州 这税率就不一样了 像我们华为公司 他们在巴西的代表经济跟我讲过 说巴西 就华为公司在全世界开的所有票据中 在巴西开的占了90% 就是一个小小的配件 从这个仓库挪到那个仓库 到开票 所以对他们的成本 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 所以这个巴西 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叫巴西成本 巴西成本也就是指 这个巴西的一个是效率过低 这个管达主义严重 税制复杂 这个经济基础 经济啊 这个基础设施落后 还有这个对劳工的保护啊 还有劳工的人过于保护 所以这些问题呢 实际上都很清楚 但问题是怎么解决呢 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除此之外 政治的特殊性也让巴西贪腐贫乏 你想巴西现在拥有30多个政党 在议会中有20多个政党 在政府里边是有8个政党 是吧 就是说它不像美国 英国 只有两个政党是轮流执政 劳工党虽然是最大的执政党 执政党 但是呢 它在众议院513个协会中呢 只占有88席 是吧 为了保证在议会中有多数啊 它必须联络其他政党联合执政 所以这样的这个每个党啊 加入政府之后呢 它和这个劳工党 并不完全是一条心 是吧 各个党都要为自己的党 争取利益 争取在下的竞选当中呢 争取到更多的协费 所以这也是这个 出现啊 8135万的一个 一个重要的诱因 先来看这张图片 这是2009年11月出版的 美国经济学人杂志的封面 题目是 巴西经济起飞 而今年的1月2号 这一期的经济学人的封面题目 却变成了巴西的衰落 举个例子 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 巴西的养老金制度十分的宽松 男性如果缴纳30年 就可以在53岁退休 而女性如果缴纳25年 就可以在48岁退休 那也就无怪乎难以为继了 那总结起来 作为左翼政党 劳工党在经济向好的时候 大规模提高工人福利 如今面对经济困难 福利成为巨大的负担 而经济的底层问题 并没有被解决 同时 劳工党为了获取政治支持 向众多的政治同盟让利 以至于贪腐贫发 伟大不掉 这些才是巴西政坛 动荡的本质原因 表面上 这是罗塞夫和卢拉 两位总统的困局 而实际上 这是巴西这个国家的困局 好 今天的新闻同事就到这里 下面进入首席评天下时间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首席评天下时间 随着急剧争议的 美国共和党总统竞选者 纽约地产大亨唐纳德 特朗普在2016年 总统预选中的领跑者地位 是愈加牢固 共和党党内经营开始 谋划反对特朗普的行动 以阻止他最终获得 该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 尽管共和党领导层 一些成员表示会与 包括特朗普在内的 任何一个共和党竞选者合作 但是啊 共和党党内政界和商界的精英 普遍是极度不希望 特朗普成为这个该党的 总统候选人提名者 那具体情况 我们一起来听听前方记者 给我们带来的东西 美国总统竞选人 特朗普依旧是势不可挡 他并不受常规的竞选条框的束缚 成为了政坛上 从未见过的一种现象 作为政坛的局外人 口无知蓝的特朗普 民意支持是一路高歌 从政客眼中的笑料到如今 真的有可能问鼎白宫 纽约时报和CBS新闻频道 周一发布的全国民调显示 46%的初选选民表示 希望特朗普成为共和党的提名人 创下了他去年6月宣布 参选以来的最高的记录 而足有四分之三的 共和党初选选民预计 特朗普将成为该党的提名人 之前很少有人相信特朗普最终能够获得候选人的提名 但是现在那些人想要击败他的共和党人们 开始重新评估是否能够真的阻止他 面对势头正猛的特朗普 《华盛顿邮报》发表了社论称 共和党应当采取措施 阻止特朗普获得党内提名 认为他对于美国的民主构成了威胁 称他通过操纵民主进程来攫取权力 舆论认为特朗普得势的原因 在于民众对于国会和白宫多年以来 上演的两党争斗的闹剧反感已久 而他作为华盛顿政治圈外人的身份 获得了不少美国人的认可 值得一提的是 一些特朗普的支持者认为 特朗普作为成功的精明的商人 他出格的颇具争议的言行 或许只是一种营销论调和商人的策略 一旦入主白宫 他会变得务实 不再老把煽动性的言论挂在嘴上 经济学人杂志说 特朗普的政治立场 比其他职业政治家更为灵活 他可以随心所欲 见风使舵 这也使得他极有可能问鼎美国总统 特朗普获取了很多的选票 但是想要将他的负面看法 在选民的心中改头换面 赢得明星恐怕是难上加难 主持人 好的 感谢前方记者带来的分析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布鲁塞尔恐怖袭击 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机场和地铁站 3月22号接连遭受了恐怖袭击 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 自去年11月巴黎恐怖袭击发生以来 比利时已经是加强了防范 时刻在提醒民众恐怖袭击有存在的可能 事后回顾和分析显示 22号布鲁塞尔恐袭发生前 早有风声和预警 就在四天前 巴黎恐怖袭击在逃的嫌疑人 萨拉赫阿卜杜勒 萨拉姆 以及他的两名同伙 在布鲁塞尔 莫伦贝克区就被捕 整个追捕行动耗时四个多月 这对比利时安全部门来说 只能算是一场迟到的胜利 威胁远未解除 甚至是更加逼近 我们来听一听前方记者 给我们带来的分析 那3月22号早高峰期间 布鲁塞尔机场出发大厅 和位于市区的 紧邻欧盟机构的 马勒贝克地铁站 先后发生了自杀式爆炸袭击 那目前造成了至少34人死亡 180多人受伤 其中有60多人重伤 那比利时检方已经确认了 两名自杀式爆炸袭击者的身份 但另有两名嫌疑犯仍然在逃 目前警方还正在全力搜捕 目前布鲁塞尔安全戒备 已经提升到了第四级 也就是最高级 军队已经部署在整个布鲁塞尔 全国也开始了为期三天的哀悼期 每天中午12点会举行一分钟默哀 从爆炸当晚开始 民众就自发在市区内的 证券交易所门口 机场附近等地 为死难者哀悼 但情绪基本稳定 目前公交系统恢复正常 部分地铁站也重新开放 火车站也都在 极高的安保条件下重新开放 但是国际艺机场 仍然处于关闭状态 并至少关闭到本周六 自去年以来 比利时似乎一直跟恐怖袭击 关系密切 这其中有很多原因 首先来看 比利时前往叙利亚等地的人非常多 据统计 目前有830多名比利时籍 或者生活在比利时的外国公民 在官方的极端分子名单上 其中有134个人过去 去过战区 并返回比利时 那第二 比利时很早就开始接纳移民 移民人数非常多 但他们很多人 并没有融入当地社会 这也刺激了他们成为极端分子 第三 比利时在武器的管理上 有很大漏洞 2015年显示 有33万只枪支成为黑枪 没有任何登记 这给恐怖分子提供了极大便利 那第四 比利时布鲁塞尔 为欧盟总部和北约总部的所在地 目标非常大 非常容易成为极端分子袭击的目标 另外在情报工作方面 比利时设立了不同的部门 来负责不同的反恐任务 这导致比利时 乃至整个欧洲的反恐部门 在情报分享和整合分析方面 存在严重问题 其实更值得反思的是暴力的根源 那中东等其他地方 发生动乱和不稳定时 欧洲国家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 是帮助他们维护稳定 还是通过暴力和军事摧毁和自己价值观不符合的政权 摧毁之后又应该如何重建 这些都是在国际政治和全球治理中深层次的问题 恐袭从911以来一直没有被彻底根除 国际社会应该抛弃双重标准和意识形态的羁绊 以更加密切的合作来加强对恐怖主义的打击 同时要标本监制 从根本上解决发展问题 关注相关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才能减少仇恨 阻挡极端主义的渗透 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拉美 美国总统奥巴马20号至22号 对古巴进行了访问 这是1928年以来首位访问古巴的 美国再任总统 那就这次访问 我们来听一听前方记者的分析 好的主持人 美国总统奥巴马本月22日 结束了对古巴的访问 这也是自1928年以来 美国再任总统 首次造访这个国家 奥巴马的访问 虽然是美股关系正常化中的一件大事 但是并没有取得太多实质性的成果 属于形式大于内容 我觉得由于两国机缘已久 美股关系正常化 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些关键问题 也不会通过一次访问 就能得到解决 在21日两国元首举行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 劳尔和奥巴马均表示 两国一定要促使关系正常化进一步发展 继续加强在打吸毒品走私 抗击债卡病毒和教育等方面的合作 但是在古巴作为关注的经济问题上 奥巴马并没有提出 如何去进一步解除对古巴封锁的新举措 只是呼吁美国国会要取消对古巴的禁运 并且表示支持古巴私营经济的发展 奥巴马说 美国在过去50年里所做的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也不符合古巴人民的利益 相信对古巴的贸易经营会全面解除 但是他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时间 劳尔也强调 美国针对古巴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封锁依然存在 这现在是古巴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最主要的障碍 劳尔还要求美国要将美军关塔纳摩基地归还给古巴 劳尔在记者会上指出 毁掉一座桥很容易 但是重建一座桥是艰难而长期的任务 这说明劳尔并没有对奥巴马此次访问古巴抱有过高的期待 不少人都觉得奥巴马此行的目的更多的是意在获取政治资本 即使奥巴马能够通过行政权力进一步大幅度放松对古巴的封锁措施 他也没有更多动力去做 如果古巴政府在人权民主等问题上不让步 奥巴马继续推出松绑措施 则会招致国内更多的反对声音 而奥巴马不继续松绑 则可以为美国日后与古巴谈判留下更多筹码 可以说美股关系的前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 美股关系正常化和重新开始实质性合作需要一个过程 想靠一次访问解决持续了数十年的问题 我想这是不现实的 主持人 奥巴马寒流 这几天成为了古巴首都哈瓦那的热词 不仅仅是因为从奥巴马到访那天起 阳光明媚的哈瓦那就开始变得阴冷异常 其实更因为访问期间 奥巴马没有拿出多少诚意而让人心凉 奥巴马的访问也没有取得太多的实质成果 由于积怨已久 美股关系正常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些关键问题是不会通过一次访问就能解决的 好 环球精选 希望为您打开了解世界的另一扇窗 我们下周见